以斯拉記 第八章 阿達斯西王執政期間,有些人跟我一同從巴比倫歸回,以下列出是他們的家族首領和他們的家譜,來自菲尼哈家族甲信,來自以他馬家族彈以利,來自大衛家族哈特, 他是斯加利的後裔,來自巴陸家族,薩加利亞和其他登記在冊的一百五十人,來自巴哈摩亞家族,西拉希亞的兒子,以利約賴和其他二百人,來自薩土家族,阿哈式的兒子,斯加利和其他三百人,來自阿丁家族,約拿丹的兒子,以別和其他五十人,來自以蘭家族,阿他利亞的兒子,耶西亞和其他七十人, 來自斯法提亞家族,米加勒的兒子,西巴蒂亞和其他八十人,來自約亞家族,耶傑的兒子,俄巴蒂亞和其他二百一十八人,來自巴尼家族,約勢匪的兒子,士羅密和其他一百六十人,來自比拜家族,比拜的兒子,薩加利亞和其他二十八人,來自阿甲家族,哈加坦的兒子,約哈蘭和其他一百十人, 來自歸回得較晚的阿多利干家族,以利法列,耶利,士馬雅和其他六十人,來自比甲雅伊家族,烏泰,薩克和其他七十人。 我把秘魯的人召集到阿哈亞運河邊,我門在那裡扎刑三天,我查看已經到達的民眾和祭司的名單,發現自願到來的人沒有一個是利美人,於是我找來了民眾的首領,以利以謝,阿列,士馬雅,以利拿丹,阿勒,以利拿丹,拿丹,撒加利亞和米蘇蘭, 我還找來了通達士利的約阿納和以利拿丹,我查看他們去加西匪雅,到利美人的首領亦多那裡,請他和他的親屬及聖殿伯役給我們派謝人來,好在耶路撒冷上帝的聖殿女福士。 由於我們上帝的恩手幫助我們,他們給我們派來一個名叫士利比的人,他的十八個兒子和兄弟也跟他一起來了,他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,是以色列的兒子,利美的後裔,末利的後代,他們還派來了哈沙比亞,米拉利的後裔,耶西亞,以及他的二十個兒子和兄弟,還有二百二十個聖殿伯役,聖殿伯役是利美人的助手, 他們是聖殿的工作人員,聚錯由大衛王和他的官員所任命,他們的名字都登記在策上。 我在亞哈、亞運河邊下令我們所有人都禁食,在我們上帝面前謙卑下來,我們祈求他賜給我們平安的旅途,在途中保護我們,我們的孩子和財物,因為我修於請王派士兵和騎兵護送我們,並保護我們在路上面受敵人攻擊, 畢竟我們曾對王說,我們上帝的手保護所有敬拜他的人,但他向那些背棄他的人大發雷亭。 於是我們今色,迫切祈求我們的上帝看顧我們,他就誰聽了我們的討告。 我只派了十二個祭司的首領,就是士尼比、哈沙比亞和其他十二位祭司負責運送金銀、金碗和其他物件,就是王、他的參謀、官員和全體以色列人獻給上帝聖殿的禮物。 我把這色貴重物品過程以後交給了他們,總數如客。 二十二公噸銀子,重三公噸四百公斤的銀器,三公噸四百公斤金紙,二十個金碗,價值一千塊金幣,兩件精美法量貴重如黃金的青銅器。 我對這色祭司說,你們和這色貴重物品都已經分別為聖,獻給上主了。 這色金銀都是自願獻給上主我們祖先的上帝的。 你們要看管好這色貴重物品,直到把他們交給祭司長利美人和以色列的首領為止。 他們要在耶路撒冷上主的聖殿的倉庫裡給他們過程。 於是眾祭司和利美人接受了者的任務,要把這色金銀寶物運送到耶路撒冷我們上帝的聖殿裡。 我們在四月十九日不仍離開阿哈雅運河,向耶路撒冷出發。 我們上帝的恩手保護我們,救我們脫離路上的仇敵和盜匪。 於是我們平安到達了耶路撒冷,再那裡休息了三天。 在我們到達後第四天,金銀和其他貴重物品都在我們上帝的聖殿裡過程。 並託父給祭司烏利亞的兒子米利末和菲尼哈的兒子以利亞薩。 還有耶穌亞的兒子約薩拔和賓內的兒子羅亞底。 他們二人都是利美人。 每一件物品都按數目清點和過程,總重量也被正式記錄了下來。 接著,從秘魯之地歸回的人向以色列的上帝獻凡祭, 他們為全體以色列人獻上十二頭公牛,九十六隻公綿羊和七十七隻公羊羔, 又獻了十二隻公山羊作贖罪。 這一切都作為凡祭,獻給了上主。 他們把王的法令交給了最高級的官員和幼法拉底河西部省份的省長, 他們就願意配合支援民眾和上帝的聖殿。 在這裡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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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這裡。